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航空网友们关注的几件事情 吴亦凡最新近况 根据媒体报道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分会 在11月23号公布了一份封杀名单 名单内包括80多名的主播 而在这个名单内的人 无法在直播平台开设任何账号 也就是说是在线上线下 彻底的遭到封杀了 犯了那种罪行 当然要被退出 连线上回归的机会也给封杀了 第一次感到羡慕中国 人生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不要做坏事 苍蝇 卡姬 白江阿回归 Wonder Girls 队长苍蝇 Churley 队长 白江阿 After School 队长 卡姬 将出演12月10号开播的综艺节目 Om Ma Na Na Idol Om Ma Na Na Idol是因为 陈月尔离开粉丝们的偶像们 再次挑战爱豆的节目 而为了这次的挑战 目前居住在海外的苍蝇跟卡姬 也都决定回国了 哇,主演名单真的是疯了 都是在队内实力最好的成员们 哇,真的主唱主舞都在可可 最期待白江阿 那么,大家最期待哪一位Idole呢? 普三宁,好莱坞版本 鸿鱼主演的电影普三宁 即将翻拍为好莱坞版本 而片名定为 Last Train to New York 并由康杰林系列的鬼王温子仁监制 好莱坞的话应该会拍得很逼真吧 如果是美国背景的话会开枪吗? 普三宁因为没有枪 所以感觉更凄惨 马东森的角色 就让马东森演的话 应该会很有趣 2021韩国小姐冠军出炉 11月22号 在首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韩国小姐选拔大赛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 都好漂亮都可以当演员了 不是,最近怎么都这么漂亮呢? 连学历都疯了 越南一家鱼匠公司 因为非法批图使用了 艾友的照片 而遭到了网友们的轰炸 根据媒体报道 在越南的大型广告板上 出现了艾友代言鱼匠的样子 广告中 艾友一手拿着鱼匠 另一只手竖起了大拇指 不过这张照片怎么这么眼熟呢? 这是2014年 艾友在韩国拍的烧酒广告 只是把烧酒批成鱼匠了 因为还为网友们的指责越来越激烈 这家公司才发出声明表示 这不是公司的正式广告 是代理人制作的海报 你别开玩笑 哇,盗用的还能这么光明正大的使用 因为太傻眼 所以都不会感到上火可可 怎么能这样太丑陋了真的? 集体举及莫妮卡事件的后续 从11月25号开始 有非常多的网友们 在首尔现代百货店的 顾客留言板留言 要求取消 百货公司要在12月4号举行的 Special Showcase 而不只是留言 也有非常多的网友们 亲自打电话到百货公司 抗议投诉 要求取消这个活动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举及莫妮卡的舞者们 会参加当天举行的活动 而这个活动也是 第一个举及莫妮卡的那位舞者 亲自宣传的活动 这个活动一开始是因为 3-woman fight的人气而奇化的 他们都是收益者 竟然都没有亲自看节目 就有100多名的人 集体举及一个人 这个责任你们应该要承担的 正式发文跟莫妮卡道歉的 前三位左右 粉丝们阻挡舞者们活动的话 莫妮卡知道了会高兴吗? 不要太过火了 对于网友们要求取消 百货公司的活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旁贪孙权胆笑得跟鞋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